MING PAO MING PAO MING PAO 嗨 我上班了 現在這個就是疫情爆發之後 在沙龍工作的樣子 我們剛剛在開會 每一個同事都戴上口罩 所以我們現在每一天都要戴著口罩上班 剪頭髮也要喔 我們今天就來看看到底有多少客人會戴口罩 因為沙龍是密閉空間 所以我們都會戴著口罩幫他鼓勵 但是剪頭髮之後難免是要拿下來 不過就是我有戴就好了 我不會傳染給你的 我也沒有病 先吃早餐 我今天又吃飯糰了 現在這個頭髮超長的 真的超長 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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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大家看這個頭髮站起來的位置 在 應該算屁股吧 就是真的蠻長的 護髮前 護髮完了 這個 剛剛做的是金幻魚的護髮 如果你是短頭髮的話 只要瘦損度高還是可以護髮 因為很多人都想說要留長在護髮就好 不過 護髮不是看長短啦 是看你頭髮的瘦損度 像這樣護完的話 光澤跟彈性就會變得比較好一點 今天做的那個護髮叫做金幻魚 他是一個日本的護髮 那他後面的話就是他有系列的洗髮精 如果你有做這樣子的護髮 你可以搭配他的洗髮精 護髮效果會非常的好 這樣子的護髮是最新的 而且超厲害的 他每一個頭髮做的都非常的有感 當然如果你是超級健康的頭髮做的 可能就 不一定有那麼有感覺 但是如果你是有燙過頭髮 或漂過頭髮 真的會差很多 做完的感覺呢 他不是超滑順 但就是會讓你覺得 我的頭髮好像重新燙過 就是很有彈性 而且 他跟以前護髮不一樣 維持度很高 所以 我真的覺得蠻厲害的 推薦大家是可以做這個護髮 當然也不一定要來有卡座啦 你只要搜尋金幻魚 或許就有一些沙龍都會有提供囉 上一次我拍自然捲影片 也是用這個護髮 就像這樣 剪頭髮要戴口罩 是的 非常嚴格 通常燙頭髮的時候 可能就不一定能戴口罩 像這樣燙頭髮就不能戴口罩 不過就工作人員戴口罩 現在的狀況大概都是這樣 因為燙頭髮的時候 有時候會要用藥水 或梳頭髮的時候 會壓到口罩 就會請客人先把口罩拿掉 但是我們設計師自己 就是一定會戴上口罩的 所以 安全 那如果口罩濕的話 我們現在也有準備一些口罩 給客人換 如果客人真的沒有口罩 或整個口罩濕掉 我們就再幫他換新的 就是要保護你我的健康 像這樣 你看 這個客人就會戴著口罩 大家看我戴口罩的同事們 我們現在口罩沙龍 我們現在口罩沙龍 這是直播 現在大家都要戴口罩 所以 顏值都很像提升的 只要 這裡漂亮就是漂亮了 但拿下也是漂亮 喔拿下 喔拿下也是 當然也是有人 因為戴口罩 顏值沒有提升 來你近一點給大家看 我是怎樣 算是 沒有你是少數戴口罩 顏值沒有提升的啦 阿乾也提升 喔 跟大家說一下 就是 剛不是有一個頭髮超長的 他大概到 快膝蓋了吧 反正就是大腿那裡 那很多人頭髮過藥的時候 就會有一些禁忌 然後就會問我們 要什麼時候剪頭髮 還是有沒有什麼禁忌 但我個人是沒有禁忌的 但是我記得 剪頭髮這個禁忌 其實是看自己的 如果你有看日子檢 你就照著那個日子檢 跟設計師好像沒有很大的關係 但是我有聽過 有些設計師 不剪過腰的頭髮 但是我本人 是完全沒有禁忌的 所以 如果你想要來剪 就直接剪吧 那不看日子 我也不care 這個真的都是在個人的啦 總之 如果你有禁忌的話 就自己看一下日子 移剪吧 你就可以來剪囉 練習中的同事 也會戴上口罩 可能是怕他感染吧 怕他會傳染 怕他會傳染 欸 他怎麼沒戴口罩 我幫他戴 幫他戴 幫他戴 捏住 幫他捏住 先隔離 又呼吸 OK 絕對安全 絕對安全 穿衣的空檔 跟大家分享 我今天的穿搭 我今天穿一個 超級oversize的 這個算什麼 絨布的襯衫嗎 其實我不懂這個材質 但質感蠻好的 然後 我在韓國買的一件牛仔褲 你看這個 裂開的 這件超時髦的 而且 我這件剛好遇到打折 我忘了 好像台幣不到一千塊吧 然後還有我的鞋子 這雙鞋子是我在韓國買的 他是一個韓國當地的品牌 好像是他們運動用品店就買得到 我買好像不到 台幣兩千五吧 反正就是兩千多一點點 很便宜的鞋子 但我覺得 很時髦 但他好像在台灣沒有賣 因為是韓國的牌子 我之後再把他這個 留在資訊欄 如果你想要買的話 你可以自己去韓國買 好啦 我只是想分享我今天穿搭 因為 剛好去韓國玩回來 然後買到的東西 就覺得很可愛 好 我要趕快戴口罩 因為我要下去剪頭髮 希望大家喜歡我的穿搭 好了 我們現在回歸現實囉 就是 可以準備開始工作了 我自己很適合賣男裝 就是賣一些 你知道 自己的風格 幫大家選衣服 好啦 今天沒有拍什麼髮型 因為我今天剪太多男生 我懶得拍 因為男生就是推兩邊而已 就沒什麼好拍的 但是 告訴大家 來沙龍一定要戴口罩 對啊 口罩很重要耶 保護你保護我們 如果你發燒的話 你就取消預約沒有關係 不要來 不要來 但我覺得我們也不是要 過度恐慌啦 就是希望大家戴上口罩 因為畢竟我們是 第一密閉空間 第一我們距離 就這麼近 對啊 就是口沫的話 就比較恐怖一點 而且會講話又會噴口罩 對 反正就是我們都會戴上口罩 那如果 胖頭髮、軟頭髮、剪頭髮 大家都還是可以戴著口罩 除非有必要 我們會請你拿下來一下 就是完成之後 還是可以戴上去的 對 所以請大家一定要戴口罩 如果你來沒有戴口罩 我們也會要求你戴上的 希望這個疫情可以趕快結束 讓我們恢復健康的生活 總之就是 防疫人人有責 大家一定要戴口罩 尤其是密閉空間 還有多洗手也超級重要 吃飯前記得洗手 好啦好啦 祝大家身體健康 我是你的髮型師資源 下支影片見 掰掰 如果你來真的沒有口罩 我沒有準備口罩 會逼你戴上 我會想你戴口罩 我會有些人 憑你